現在是第三天 我剛好不容易拍到裡面的樣子 等下放上來 現在我們要去阿拉伯區 我們來一間阿拉伯的道地餐廳 Restaurant 這是一個牛肉薄餅跟雞肉的拼盤 然後我們點一杯美露跟印度拉茶 還有它這個醬 感覺很讚耶 所以把薄餅跟這個蛋加一起 它看起來很噁心 但吃起來其實不會很噁心 還蠻意外蠻大的 我們現在吃完那個料理 你看我嘴巴 我還以為我塗口紅咧 還是我上面也沾一點點 不然現在只有下面 我們現在在阿拉伯街 後面是蘇丹回教堂 超漂亮 剛剛突然經過一間阿拉伯卡 想說很久沒喝就走進來買一杯 西班牙拿鐵 西班牙拿鐵 它這裡其實都蠻不錯的 它每一間小店都很有特色 而且它整條街很好看又很乾淨 你看 而且今天天氣超好 我們現在在烏捷路 我們現在在烏捷路 這裡是百貨公司大街 我們現在要來去這裡最著名的百貨 超大 超大 我們晚一點再找機會來吃這個 最有名的下午茶店 它要排超多人 它點完都會給這個小卡 超可愛 我們的咖啡來了 它超有質感 它真的 我們一直以為只有一杯而已 結果你看它裡面還有這個 不知道什麼的攪拌 反正它有口味 然後有餅乾跟這一盒 這一盒什麼 你順便看 你順便看一下這一盒什麼 冰淇淋 奶油 喔奶油 我還以為是冰淇淋 等一下不要 好好笑喔 感覺有種賺到的感覺 而且它才8塊5 它比剛剛我喝那個阿拉比卡 還便宜 但這一杯也是阿拉比卡的咖啡 其實 其實是有點類似的 推薦 推薦 我們等一下去逛它的店 我們現在要來逛它的 新加坡的店 它只有在法國摩洛閣 跟新加坡有店而已 它真的裝得很精緻耶 我們賣兩個 兩個都是重烘焙 一個是印度的 一個是伊索比亞 超讚 我們現在進來 CW區來吃下午茶 它這裡 很有質感 超級香的茶 我們的 Desserts來了 這個是 什麼口味的 布 布魯克林的三明治 OK 我們剛才吃完CW區下午茶 真的好吃 而且我覺得它最好吃的是那個馬卡龍 真的超讚 有夠好吃 遲到 後面再播交響曲 她就 她的臉 心裡就是交響曲的感覺 她的臉就是 整個 Oh Fuck 怎麼那麼好吃 他們外面 他們的烏捷路這一條 外面超級多人 而且 大家看起來都非常的Chill 其實真的很不錯耶 欸 這是同一棟嗎 不是 這是同一棟嗎 沒有沒有 但它這邊沒有接了 看它那邊是可以的 欸 真的耶 反正這裡真的 有一種 完全沒有疫情的感覺 超讚 我們現在在賣示威 這裡的教堂真的 不是教堂 這裡的佛寺真的 很酷耶 那種大一件 多人在拍 天天海南雞飯 我們誤打誤撞點到這個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這樣 就是我點一個大的海南雞飯 然後它是分開裝的 但它的肉很多 我覺得很讚 這樣9.5塊 這個海南雞飯的肉真的很嫩耶 它真的很好吃 只是 而且沒有它剛才排很長 但是它很快就好了 這個可以來吃 我現在要來買這一家的甘蔗汁 聽說超好喝 這個甘蔗汁真的不錯喝 它就是 是 甘甜甘甜 它本來就綠了 對耶 我們點了這個 老伴豆花 這是一個老伴在賣 它有味道嗎 真的假的 它都不用蘸任何東西 就很讚 它真的吃起來超級軟 就是入口即化的那種 而且它真的是 就是豆漿的那個甜味 但是不是死甜 超好吃 我們現在要來等水舞秀 我看到這一間LV的車 它超金光閃閃的 很漂亮耶 而且 這裡現在到處都是人 這裡氣氛真的很chill 好喜歡喔 好喜歡喔 所以 突然是 這裡真的有夠趣喔 好喜歡 我們來這裡的河畔 剛好這邊現在有這個 河畔的春天嗎 春天狂歡節 然後這裡面有很多設施 感覺很酷喔 而且它很很美式的感覺 現在要來看有兩個人玩這個 結果它就只是這樣轉來轉去 超廢超級爛 晚上的金沙真的很漂亮耶 晚上的魚尾獅 還是一樣漂亮 我們住的這一條是酒吧街 它晚上其實真的很熱鬧 現在人還沒有到很多 它在晚一點的時候好像會更多人 我們來吃看看新加坡的麥當勞 欸這什麼 這什麼啊不知道 喔這我知道 它就是包得很像薯條 然後它是一樣一包這樣子 可以吃看看這個 我們點完了 這個是其實完全不知道是什麼 薯條 然後一個漢堡 捲餅 跟冰沙 還有草莓派 超讚 超讚 捲餅 OK我們吃到一個段落 這個 twister fry 真的比較好吃 比這個 一般薯條還好吃 然後 這個捲餅 在台灣我一定會買 還有這個漢堡 這個漢堡 是一個 也是 有機的 只是它裡面有鳳梨 然後 這兩杯冰沙 我都覺得很讚 只是 草莓派 我就覺得 因為它是草莓果醬派 我就覺得沒有很好吃 好可愛喔 我們剛才吃完麥當勞 現在要刷牌這邊睡覺啊 掰掰